我们身体的泪可以通过休息可以放开 但是我们心灵的泪我们很难控制 我们会影响全身的身体和灵魂 所以很多人一辈子就是被自己过去做错的事情伤害着 不断地在刺激自己的心灵 因为我们过去曾经做过错事 所以我们就一辈子不能解脱这个阴影 因为我们放不下 所以当别人伤害你一次 你回到家里可能想不通会伤害你一百次 只有好好地学习佛法 不要觉得心活得很累 因为我们的心灵不干净 落满灰尘 所以心就必须要天天打扫 就像电脑一样 有很多的病毒我们必须把它清除 否则我们的心就会死机呀 学佛人要把自己的心变得越来越有希望 把任何人间的事情要理清楚 才能在心中告别烦恼 把一些无谓的痛苦要扔掉 把快乐常常放在你的心中 你的心中就会跟快乐作伴 留有一个更加自由的空间 有一个青年 他的父亲是个木匠 一段时间 他跟他父亲做学徒 有一天 他父亲在一堆木头当中 要选一堆上好的料做桌面 叫他做 这个儿子呢 从那堆木头当中认真地挑选 最后挑选出一段又大又直的木头 自认为那是最好的木料 父亲走过来 用斧头在他选出的那段木头上 敲了一敲 然后说 孩子啊 这哪是上好的木料 这是一块空心木头 孩子说 父亲啊 这么好的 这么大的一块木料 怎么会是空心的呢 你听 从声音上就能辨别出来 如果木头是石心的 敲上去 他的声音很小 如果木头是空心的 他发出来的声音就特别大 父亲说 就像庙里的沐浴一样 后来 每当他在和别人接触当中 看到那些夸夸其谈的人 每当他看到一些口弱悬河的人 每当他看到那些只说不做的人 他的耳边就会响起父亲的声音 这是一段空心木头 这是一段空心木头啊 我们学佛人不做空心木头 实实在在的 修行诚实地面对自己内心的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自己 我们人很多的痛苦 就是不断地在欺骗自己而活着 所以让我们的心里感受到多么的不平衡 心就成为你最大的骗子 别人能骗你一时 但是因为你自己的贪心 可能会骗你一辈子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